这颜色好看吗 就这条吧 现在来村里面买点酸菜 就这个菜式 应该在吧 不是是有箩筐的 在前面 这里 小的也不用看这个 你押一颗 这里都是卖各种食材料的 要防豆芽 要防豆芽 我感觉它这个豆芽半斤 这里是牛排 妈母 拉贝华一斤 招牌杀鹅升高二十元 大年级 招牌杀鹅升高两档 都不算是 好 我是杰少 刚才我们出去买了一条螺飞鱼 对 还有一斤的一颗吧 不是一斤一颗酸菜 对 还有半斤的豆芽 我们今天晚上要做那个酸菜鱼来吃 对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出现的时候 闻到邻居做酸菜鱼就好想吃了 好想吃 而且我们也是很久没吃了 对 这个豆芽有半斤 有啊 这么顶 够称吗 反正一块五 多少钱一斤啊 三块 我刚才没听到三块钱一斤啊 对啊 天哪 这是我有史以来买过最贵的豆芽了吧 在菜市里面豆芽三块钱一斤 然后在超市里面一块钱一斤 对啊 没有我平时去菜市买也不用三块钱的 他们那里我们第一次买 好贵 我们平时买最贵也是两块 正常是一块五一斤的 不知道为什么那里那么贵 以后不去那里买了 对啊 现在先来洗一下这个无锅鱼 对 小虎又进来了 小虎真的天天进来 现在还留给他留那个虾还没吃完 晚上再给他吃吧 晚上给你们吃啊 走开啦 我再忙了啊 他们这个酸甜买过几次了挺好吃的 真的先炒一下酸菜 把酸菜炒香 所以会煮出来的水 那个汤就比较甜 差不多了 嗯 火锅底料 看不减过了没有 焉烤 姜和蒜炒香 凉菜继续放进来炒 火锅底料放进来 好香喔 所以可以加水了 再加一块火锅底料店了 不太够 再加一碗水 鱼肉放进来 豆芽放进来 盖上盖子 应该可以了吧 差不多了 我们切的是鱼块 所以煮了久一点 鱼片的话就很快 可以吃饭咯 酸菜鱼做好了 对 简易版的 这样其实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哎 哎呀 最近你们那么调皮啊 为什么最近都上桌呢 奇怪哦 对啊 之前他们很少上来的 之前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不靠近呢 不懂最近 为什么 冷天了 是不是比较有食欲啊 等一下我们吃饱了 为你们吃那个家 嗯 哎 我知道了 可能是烧鸭 我们之前买过烧鸭 他们不是也很喜欢吃吗 二虎吃 嗯 我们做的这个 这个森菜鱼的话 其实想吃那个麻辣的 可以放那个花椒 花椒 还有那个干辣椒 我们没有干辣椒的话 就直接用那个火锅碟料来炒 嗯 但其实味道也好吃的 看这个酸 这好不好吃 我们刚才去超市买的这条鱼 花了12块 都13块吧 嗯 好吃吗 好吃啊 这很甜的 嗯 好吃好入味的哦 嗯 看这个烧鸭好不好吃 这个烧鸭很便宜啊 好吃 嗯 我刚才我也拍到那个镜头了 就是12块8一斤 好吃 这样子 嗯 因为我们之前也在那个村里面买过一次烧鸭 那个时候16块8也挺便宜的 嗯 而且不只是那一家哦 他们那几家都是12块8一斤 13块钱一斤的 这算不算价格竞争的 之前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卖16块8哦 嗯 我都怀疑他们现在是竞争 然后都是搞价格战 嗯 应该是 然后我们刚才回来还以为不够秤啊 以为以后就秤了一下竹秤的 对啊 竹秤的 也好吃 只是说 如果要生猪的话 这个鸭是什么鸭我们就不懂了 应该都是那种白羽毛的鸭 便宜的那种五六块钱一斤 酸菜鱼的话一般人家家里面自己吃的 然后都是买那个脆碗 但是刚才我们去超市看的时候炊碗 那个炊碗肉25块钱一斤好贵哦 嗯 也不都是用的 酸菜鱼啊 其实大多数也是用草鱼做的 嗯 酸菜鱼吃可能广东这边会用的多 然后片的那个鱼片薄薄的 但是我们选的是无锅鱼 切块 嗯 因为它鱼刺少 对 其实草鱼也可以用 但是草鱼它可以 草鱼它可以帮我们切片的 只是说 嗯 草鱼刺太多了 切片的话一煮就烂了 我也不太喜欢 嗯 草鱼没那么贵 草鱼10块钱左右 我们看到这个烧鱼便宜 顺便买 回来吃的话 吃不完明天起来 又可以再吃一餐 我就回家了 因为明天我就回到家 为什么要吃这个皮 很脆 这个皮很好吃的 嗯 他们这个尝试的那个 螺肺鱼啊 比较好吃 而且价格又便宜 嗯 因为他们那个螺肺鱼 就是看起来比较透亮那种 不是那种黑色的 应该是水库鱼 嗯 黑色那种是鱼潭的那种 对 然后这种买的时候 回来吃过几次了 没有图星贵 对 对 所以说我们 知道大概有什么地方 会有好一点的东西 然后便宜一点 便宜一点 便宜一点 对 虽然不仅仅是便宜 是吧 它也好吃 主要是 就像我们刚才去买这个豆芽一样 同样的那个厂里面 烧鱼这么便宜 但豆芽又很贵 嗯 这个豆芽是我经过最贵的一家 3块钱一点 对 我们没有在那里买过 所以说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样的价格 所以也没有去问别家了 本来去超市也可以 可以去超市 但是感觉又去超市浪费时间 可能买的也不多 就买了半斤0块5 对 刚才我们去那个永回超市去买这个 鱼肉的时候 它那里没有都要卖 对啊 这个鱼也入味了 很好吃 嗯 这个酸菜怎么好吃 这个酸菜 我买过几次了 它这个酸菜 它那里写着那几个字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写着 杨美酸菜 这是杨美古镇那边 对 杨美古镇那里 我们还没有去过杨美古镇呢 但据他们说 那个古镇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也是在庸江边的 这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是庸江边还是左江边 不记得了 还是右江边 它其实就是左江还是右江 跟庸江连接 那那个地方好像还是属于庸江吧 山江山江汇聚那里啊 汇聚那里啊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有机会我也想去一下 但听他们说很奇怪 那个这那么小 之前是收门票的 嗯 很多朋友 看到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小猫猫跑上来哦 他说 吃饭的时候不要让小猫靠近了 不卫生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待在家里面 没有出去过啊 没有 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的话 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去控制 对啊 而且最近他们特别爱上桌 因为之前都不上来的 很奇怪 特别是 结扎回来以后 对 他们就是吃东西比较多 然后一见到我们煮什么东西 又想靠近 又以为是吃的 但是你给他玩一下 他又不吃了 又走了 特别是小虎 小虎好奇怪 他闻着他什么 他都要去闻一下 我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他每一天都去了 现在 你们知道现在小虎都重了吗 哈哈 12斤多了 对 所以吃下去 等一下都变15斤太胖了 所以现在 想控制他们的食量 不给吃太多 对啊 二虎小小只的 现在也有11斤多 反而大虎轻 大虎看的蛮大的 这样才10斤多 对 比前重了一斤而已 当然最轻的是小南瓜了 小南瓜一直都是8斤多 没有变 对 抱起来就不一样很轻的 主要是小南瓜 他很挑食 像虾他都不吃你看 他只吃那个鸡肉粒和猫粮 然后煮的那个鸡松肉 他也不吃 对啊 好了朋友们 我们本期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更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